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很炫耀 说他只要当四个月 然后非常的开心 有的人就是比较年轻一点 因为要回徒城一年 就觉得有点难过 其实这都是假议题 你知道吗 因为在现在这个就是中美的这个这个 警察的这个情势不断升温的状态下 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的啦 如果大家真的也不要开前生活 预设什么立场 因为大环境就是中美之间的较低 对吧 那你很明显的现在看得出来 就是比销持长嘛 对吧 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对 那在这个大趋势下面 你其实也不要觉得说啊 什么事情不会发生 比如说无从不会发生 或者是就是太低点的东西 不用去care他 因为他方向不会变 对吧 大家只要记得就是说 这个结果 只有一个结果 只有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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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心照不全 我就不想讲那么明白了 因为只有哪个结果 一定会统一的这个结果 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是捷克你讲 干 那没有啦 好啦 你不就这个意思吗 就是这个结果不会变 因为这个明显就是我们 属于我们中国人 华人的核心利益 这个绝对不会变 而且美国现在又慢慢的就是 就是很明显看出来 正在正在衰弱 对吧 对啊 对啊 那 他既然就是美国肯定不会就这么 那么轻易的放过放过就是我们大家 他一定是希望照他的方式去做 所以那最后一定是什么 那冲突什么一定都会来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也不要说什么 觉得说啊那个兵役才延长到一年什么的 就很严真的认为说 我不会照到自己 嗯 没有欸 其实到最后随便 他上面收到一个压力 发一纸命令叫所有这个 嗯 60岁以下的人全部全部回应都有可能啊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平常心看待就好了 嗯 然后想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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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办法就是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人最终 而且你看像最近最近我观察到就是 呃这个兵役的这个话题烧起来之后啊 那其实很明显的就是 呃 两方啊 就是那个意见不同的就是想要 就是想要打的人跟 跟就是想要打的人 嗯 就是不想打的跟在那边煽动想要打的人 嗯 啊这个这个意见分歧就是就是那个立场已经越来越明显 开始之后啊如果如果再再继续就是 吹吹吹温下去 嗯 那所以一定社会社会一定会先分裂啊 哦 就像我我上上次扣印有有跟你讲就是就是那 那些那些说什么要掉人家路灯的那些人啊 嗯 那些越来越猖狂啊 嗯 然后就一定会引发更多的人出来去去 去压制他们就是跟跟他们去对冲啊 那所以要整个社会一定一定是一定是冲突就会就会起来 是 对 那再加上台湾人物实的性格 对吧 真的这个烧起来之后呢 谁要先动 嗯 你觉得谁会先动手 你觉得 谁敢先动手 黑熊勇士吧 嗯 黑熊勇士吧 你你你你不要傻了 这个齁他 他 因为齁说真的 不是我我瞧不起他们啦 嗯 他们那些搞台湾的齁 真的敢 很动手的 没几个人啊 那就是在网上带风向的 对自己人动手啦 哦 好啦 对自己人动手 他真的来动来试试看嘛 嗯 哦哦 这个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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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预言啦 好 哦 反正就是真的要要比弹小鬼游戏 很多人不怕 嗯 嗯 很多人不怕 嗯 好 真的有人想要弄就来就大家来试看看 反正就是到最后他 他一定乱嘛 他乱的时候怎么样呢 谁谁会来 谁会谁会来 就名正言顺来来收拾 嗯 对不对 美国不会不会不会来出兵啊 他可能就派什么监军来什么的 现在要要要不是就是要派好像上百 上百位人士来就是监控我们的 是的军改的状况嘛 是对吧 是 那你社会如果动乱了 那他们那些人起什么作用 嗯 嗯 对不对 嗯 对啊 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要预设太多立场啦 嗯 就是平常心看待啦 因为结果只有一个啦 对啊 就大家就是就是想好大概就是就是 保护身边的人 保护自己的家人 有什么方式可以 让自己就是处于比较安全的状态 然后 然后大家真的不要去听信 他们现在宣传说什么全民国防 还是什么东西的 嗯 你你不是军人你去 你去参与战斗吗 嗯 不是吧 嗯 你如果真的战斗真的发生了 对不对 嗯 你有任何轻举妄动 嗯 你你就是吃子弹啦 是 对不对 不管你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 就是 呃 这面对国军 嗯 所以一般平民不要去妄想说什么 参与 参与什么作战 什么全民国防 战争 是要看什么 要看他是有分前线跟后方的 对不对 台湾现在这样子 那前线在哪里 嗯嗯 后方在哪里 对不对 你你你就是就是 你四面皆敌 你处处处处处都是战场 这个是什么 嗯 这对于 闪兵就是对于这种 就是深入敌因 你的这种这种军种 才是这样子啊 你一般平民 管这个东西干嘛 嗯嗯 对不对 你不要轻举妄动就好 你也不要妄想自己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当个英雄还是怎么样 别傻了 嗯 你只你只是一团 一团肉而已 对啊 嗯 所以你不要 你也不要看什么表面上 他们说什么 啊两岸 这个什么 这个新年赫词 那都是长变化啦 啊蔡英文说什么 战争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 选项 这个都是长变化啦 嗯 对啊 你的核心利益 基本上是 冲投状态下 就是比谁的拳头大 嗯嗯 这太明显了吧 嗯 对不对 所以真的不要去讨论那些假议题 好 都是假讨论 嗯 好 然后大家不要 不要想说全民国防啦 哦 你就是一团肉而已哦 平民就是离远一点 哦 你武器都不当 奥位 你那些 说要全民国防 你你 枪现在都在哪里啊 都还包在油里面啊 你拿出来 你 你有那些 那些人力拿出来去 去把它 把它恢复到可以使用的状态吗 嗯嗯 好 没有啊 那我们的什么标枪 或者是什么刺针 发到哪里去了 还不是先先先先拿去给乌克兰 那我们自己的红准 是 是 没错 嗯 战术有战术有到吗 没有啊 所以都是假讲的啊 嗯 对吧 嗯 台湾人看得很清楚啦 嗯 看得很清楚啦 嗯 好 面上那些带风向的 真的就是大家看看就好 不要好像 好像第一天出来上网一样 看那些东西就高潮 好 好好 谢谢你哦 谢谢钱佳奈哦 谢谢你的分享哦 那谢谢谢谢 拜拜 好 谢谢这个加奈的分享哦 好 来下一位哦